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江 前天我们隔壁的隔壁村有两个人确诊了 一开始是封路 现在是封村封到江门口了 刀光会越过黑暗 打破一切恐惧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要离着光 就去散黑暗 丢弃所有的孤单 不再孤单 不再孤单 也许世界就说要 我也还在路上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是封透这一个高度 然后我说了一句 这样也可以排过去啊 工作人员就马上拿了一根浮竿 夹刀了 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现在看你们怎么爬过去 现在已经是比我人才高了 完全爬不上去 下面还加了一层铁丝网 所以要钻的话也钻不过去 这样我们村的人 总要出去 就只有一个出口才可以走 就是这个口 这个口就是我们村 唯一可以出去的口 因为现在还在实施 封村工作 所以现在还没有安排人员 过来这里把守 所有出口封口后 就会来这里搭帐篷 听说会安排六名人员 在这里值班 除此之外 还有专门的消毒人员 建议消毒 中文宿 多谢 Bucking of the ship 就像你一样 那样 我也还在路上 没有人能诉说 不用再用